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城市走路單元 今天來到這裡 國父史基館 那這裡呢 它的周遭環境就是一仙公園 就在台北火車站旁邊 那今天呢 很高興邀請到 台北市立文獻館的 導覽老師林老師 老師好 主持人好 那關於這個地方 聽說呢 國父孫中山先生 之前有來這裡住過 所以他這邊是一個歷史的場景 那關於這裡面的歷史故事呢 就要請林老師 來為我們帶來專業的解說 那就麻煩林老師 可以跟我們講說 今天我們這個 這裡好像有一個 以前它是不是叫做一仙公園 是的 沒錯 這裡的歷史故事 可以追溯到1900 它在當時是日本時代 來一間非常高級的料理廳 叫做梅烏夫 那梅顧名思義呢 就是因為它在這個園區裡面呢 有種了很多的梅樹 那烏夫呢 在日文裡面的意思呢 它是一個有廣闊日式庭園的 一個房舍 那當時呢 其實是很多的鎮商名流 他們會來這裡舉辦 宴會啊 或是一些活動啊 我們從今天的照片呢 還可以看到當時有一些武師表演 還有放氣球的活動 那我也有把當時的 找到了當時的一個樣貌的呈現 它的庭院裡面還有石燈籠 然後也還有它門口的一個樣貌在這裡 那可是呢 我們現在把這裡叫做 國父史基紀念館 或是叫做一仙公園 這聽起來跟這個梅烏夫 日本人的好像 這個料理廳沒什麼關係 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這就要講到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國父孫中山先生 他為了革命一生奔走 那他曾經來過台灣三次 第二次1913年來的時候呢 他就曾經短暫的在梅烏夫裡面停留 他甚至在那次的停留當中呢 還贈送了他的墨寶 國愛兩個字給當時的烏主喔 那後來因為戰爭結束啦 那日本人他們就被引陽就回去了 那回去的時候呢 就由國民政府來接收 這個就由國民黨他們接收為成他們的黨產 那當時在老總統的受益之下 因為這一棟建築等於是跟國父有很大的淵源 就把它重新命名為國父史基紀念館 那公園區就叫做一仙公園 那不過這棟建築其實跟原來的樣貌非常非常 可以說是已經完全不太一樣的 除了園區還有梅樹之外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戰後 其實整個屋設已經受到非常大的破壞了 那再加上因為鐵路的地下化 那地下化的過程中呢 就這個屋子等於是影響到了鐵路的這個 大概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對 沒錯沒錯 所以它被遷移了 它是由原來的位置往這個方向 也就是東北方 遷移了50公尺了 所以它原來是在那個方向 對 差不多在那個方向 對 這樣遷了過來這樣子 那遷移之後呢 這個庭院呢也變成 看遠方會有一個紅色的 其實是中式的涼亭了 就已經不是日式的一個庭院了 而同時建築呢也縮小了很多 其實也是一個重新 可以說是重新建的一個的建築了 只是它在建築裡面 它放了很多跟國父有關的文物 墨寶等等的 所以它還是有它的一個價值存在 這個建築是從原本的50公尺外的地方 它整個移過來嗎 其實它是改建了 就是建 對 那只是已經不是原來的了 對 可是樣式還是盡量造園 對 盡量造園 對 沒錯 對 某一個部分這樣子 對 那其實呢 不過有一點我倒是覺得還不錯的就是 它還是種了很多的梅樹 它還是保持著當時可能那個梅樹庭園的感覺 所以像現在大家仔細看 還是有一點梅花在開有沒有 所以這個季節來到的時候 今天很可惜是因為下雨 要不然的話在這裡進來的時候 是可以聞到正正的梅香 對 而且你想想看這裡呢 是離台北添淡非常的近 是一個台北市最繁華熱鬧的區域 可是卻在這裡有一個鬧鐘取靜的花園在這裡 是非常不錯的一種享受 那另外我們還要提到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其實在當年大家都會說 這個梅屋夫當年是有藝劑培飾的一個料理屋 那這個藝劑其實在當時這個算是普遍的一種文化 就像我們的台式酒樓裡面 也有所謂的藝彈培飾 像現在的大道成地區 就有所謂的當時的四大酒樓 就有所謂的藝彈培飾 那這些藝彈或是藝劑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賣藝不賣聲的 而且是要從小就要受非常嚴格的訓練 藝劑可能就是他要懂舞蹈 日式的那種傳統舞蹈 那像我們的藝彈 他要懂得彈奏取樂 然後他要會詩 會作詩 會作詞等等的 所以不只要長得漂亮 還要很多才多藝 對 要多才多藝 可是這些女性說起來 他們也是蠻心酸的 因為當時那個年代是不重視女性的 所以這些女性可能是從小因為家境的關係 被賣到所謂的藝彈 以藝彈來講就賣到了藝彈間去 然後受老師的這樣子的培訓 這樣子的起來這樣子的 那不過在那個年代 這就是台灣社會的一種生活 一種文化這樣子 那我今天還帶了一本書 叫做《玉大典的台北六十一丁案內》 那這本書是在昭和的三年 也就是1928年的書 那這本書有點類似我們現在的工商名錄 它裡面詳細記載的那一年的時候 台灣的就是台北 台北的這個商店名稱 那甚至官署等等他們的名稱 然後負責人 甚至有他的住址等等的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這個欄位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個台北簡翻藝記名簿 裡面就有梅烏夫 裡面就有把梅烏夫裡面的藝彈 藝記說說藝記它們有哪一些 然後名字它的藝名它的花名 本名都列出來 所以是蠻詳細的 蠻有意思的一本書 那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 這要到哪裡去找出來 這本是蔣衛水文化基金會出版的 那有興趣的人 或許也可以去搜尋 再去詳細研究裡面 還有更多有意思當年的故事 這樣子 是 那我們這裡的介紹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老師 為我們這個點多的導覽 老師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中山北路 是 沒錯 這裡是不是也是有它的歷史故事 有的 中山北路 有的也很多豐富的故事 它是可以說從日治時代 一直延續到國民政府的時代 在台北市內非常重要的一條 有關政治方面的一個道路 那我們就從日本時代開始說起 如果我們看中山北路的直線的話 這一端其實一直延伸中山南路過去 就會離現在的總統府 還有台北賓館很近 那總統府就是以前的總督府 台北賓館就是以前的總督官邸 那往北呢 直直下去呢 就是到達了圓山 那圓山呢 其實在日本時代 1900年的時候呢 1900年的時候呢 就蓋了一個很重要的神社 叫做台灣神社 那這個神社呢 我們就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這個神社是主要的祭祀的是 日本的一個親王 叫做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那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呢 他在輩分上來講 就是當時的明治天皇的淑輩 淑淑這樣子的 那他是當時日本領台的一個領將 他在1895年的時候 5月29號帶領的日本的禁衛師團 從奧底登陸 那當時就一路的挺進台北 然後6月11號進台北城 那當時進台北城是無血進城的 就是很順利的就進到台灣了 進到台北來了 都沒有遇到抵抗 對 沒有遇到抵抗 對 那反而是後來他們一路的 往南前進的時候呢 遭遇到比較多台灣人的抵抗 可是日本人他們在後來做的一個調查 發現呢 雖然在戰爭中有一些士兵的病死或受傷 但最主要的原因卻不是因為戰爭 就不是因為打仗而死 而是因為生病而死 因為台灣的氣候 台灣當時的衛生條件 讓日本人這些軍人水土不服 那同樣這個情況 雖然他是貴為一個皇室 他也沒有辦法避免 所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他應該就是在這場 在這場這個爭台的時候呢 染疫然後就離世了 那離世之後呢 日本人就蓋了這個台灣神社 來紀念他這樣子 等於是當時的居住在台北的 這個日本人或是甚至是台灣人 都會要去那邊祭拜他 那更重要的是 當時會有很多的日本皇族 來台灣考察等等的 他們也都會要去那邊 一定會去台灣神社 那他們走的路線是怎麼走的呢 就是從南端的總督府 或是總督官邸出發 然後沿這條路一直往北 去台灣神社 所以這條道路 當時就有另一個封號 叫做赤使街道 那赤使的意思呢 就是皇帝的使者 以前皇帝的使者 你們就可以了解說 這條道路有多麼重要的 含義了 那這樣子我剛剛說 還有到戰後 它還是一樣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戰後的時候 老蔣總統他住哪裡呢 他就住在士林官邸 那他住在士林官邸 他天天要來總統府上班 那車隊浩浩蕩蕩的 這樣子一路而行 來到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市民大道上的這裡 其實就是以前 1908年的時候 日本人開竹的這個 縱貫鐵路的這條路線 所以等於是說老蔣總統 他的車隊到這裡的時候 火車不可能為他而停 浪路 所以他時常就要在這裡 等火車通過 那這樣可能會增加他的 安全上的風險 或者是可能增加他上班時間 所以後來怎麼辦解決呢 就為他蓋了一條橋 就是復興橋 可能老一輩子 我們有一點年紀了 包含我 我們都有印象 以前從作山南路那一端 就有一條橋一直橫 一直從上面這樣子 延伸到了 從這個前面的長安西路 下來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地面上是有鐵路的 對 有火車 然後還有一座橋 對 沒錯 然後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 對 現在都鐵路地下化了 是的 然後那個橋也拆掉了 沒錯 對 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讓這個都市的景觀 也變得更好了 對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的 中山北路的一個故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哇 所以趙老師你說的 就是其實在當時就是有 這就真的就是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交通的要道 對 沒錯 那也因為政治而衍生了 兩邊很重要的 等於是一個生活空間這樣子 老師 條通是指哪裡 好 那條通呢 基本上我們有所謂的一條通 通道九條通 那它的範圍就是從市民大道 現在的市民大道 然後到這個是北邊 一直到現在的南京東路 那這個這邊是東邊呢 就是中山北路 那西側呢就是新生北路 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所以人是說大概是從這個角落 開始一直往那邊 沒錯 妳說得很好 對 那實際上條通有從一條通到九條通 一條通就是前面的市民大道 那二條通就是接下來的那條馬路 巷子 那大家看到這邊寫個三有沒有 就是這條巷子就是三條通 然後四條通就是長安 現在的長安公路 然後以此類推直到九條通這樣子 那條通呢是當時呢 主要就是日本人一個生活的區域 一條通的話 因為它是在鐵路沿線 所以沒有什麼生活居住的條件 那二條通主要是跟這個鐵路相關行業的發展 那三條通就不一樣囉 三條通跟四條通就是當時的鎮商民流居住的地方 對 所以這個這樣的一個鎮商民流的居住的空間呢 一直延續其實到了戰後 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呢 就有了一些其他的人 等於是中國人啊 就是國民政府來台灣的這些人的居住等等的 那其實我們也要講一下 那還有一個有趣 也不能說有趣 可能帶有一點悲傷的故事 因為日本人他們當時呢 在戰敗之後呢 是必須要回去日本的 他們叫做隱陽 就是日本人全部要回祖國 回他們的國家去 那當時規定只能帶一千日元 一千元 對 以及一個行李 那你想想看可能很多人日本人他們居住在台灣 已經二代甚至三代了 那當他們要回去的時候呢 就要開始很多 當時就很多人會在這條路上 因為這邊居住了很多日本人啊 他們就要賤賣他們的財產家當等等的 或是把這些東西請他們熟識的台灣人保管 所以這個在現在的照片都還可以看得到 有這麼樣的一個當時發生的狀況 所以他們不得不把很多東西都留下來 對 不然就是要請台灣人把他們保管之類的 不然就是要賣掉了這樣子 對 所以老師跟我們分享這個有點哀傷的故事 就是其實雖然說那時候是 就是可能中日是敵對的關係 可是畢竟是真的都是在這塊土地上 居住生活那麼久的 是的 沒錯 然後不得不這樣子 對他們來說可能也是他們的故鄉 然後就必須就這樣還是要離開 對 這也是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的 這是真的 沒錯 對 我還忘了講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現在我們對於調通文化 調通區的並不是在這個故事部分 反而是指它的娛樂生活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要解說一下 那還有一個我剛剛也漏講的 其實我一直在講調通調通 這樣的說法其實可能會有一些人是反對的 為什麼 其實因為在日本人的概念裡面是只有通 所謂通就是道路那個調路的意思 並不是調通代表的道路 所以實際上應該是一條通 二條通這樣的概念才對的 只是我們台灣人老一輩的都 從以前就會跟調通調通 所以我們就會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那再回到說 我們現在對這邊的概念是很多的 很多可能日式酒店 居酒屋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就可能是比較屬於 也是國民政府之後的事情了 那在1950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因為韓戰的爆發 那當時呢 那當時呢 就美軍來到台灣 進駐台灣 那同時也越戰跟著爆發 所以當時台灣等於是 對美國人來講的一個度假天堂 美軍應該說是美軍 那當然美軍他們的駐紮點 是比較是在中山北路的北邊 也就是圓山那個區塊 所以在那時候呢 那邊就有很多的 美式的酒吧 等等的這些的興起 那也有一些延伸到了 五條通那個範圍去 那需求量很大就是了 對 沒錯 那可是後來1980年代 7980年代 美國因為也跟我們斷交了 那美軍也都要離開台灣了 所以對美軍的這個 原來的這個美金需求就沒了 不過也就在這個時間的時候呢 因為日本人他們經濟起飛了 那起飛之後呢 他們也重回台灣來投資 那很多日本人也就回到了台灣 那他們就回到了這個 等於是他們過去有一些熟悉的 一些環境裡面的 那在這裡呢 就變成了 又是美國人的離開了 換成日本人來了 那日本人的居酒屋啊 日式的餐飲業啊 就在這個區起來了 所以日本人會再來到這邊 也是因為說之前日據時代 在這邊已經有一段 就是有住過一段時間的關係 然後就是可能有相關的建築啊 對 可能有關係 所以他們之後經濟繁榮了 才會在這一區又重新 因為日本人然後又繁榮起來 是的 也有一點 當然就是還是有 因為這裡當時三條通四條通 就是高級駐裁區嘛 所以這裡一直保持著有 那樣子一個氛圍在 對 那所以五條通過去之後 那邊也就有 後來也真的更多的是 屬於娛樂層面的那個部分的起來 這樣子 是 了解 所以其實今天聽老師 分享這個條通的故事 其實真的就是 可以就是聽老師講這些故事 真的就是 日本人 美國人 這樣子來來去去 在這塊土地上 然後都有留下一些痕跡 是的 但我們現在今天就是 透過老師的 老師這個專業的導覽解說 我們才知道就是說 原來是 真的是有各種不同的人 在這裡生活過 然後 沒錯 但我們今天還可以 追尋到一些蛛絲馬跡 然後留下這樣子的 調通文化 老師 這裡 你看我來這裡 這裡是銀行耶 你看這裡都沒有什麼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歷史建築啊 對啊 這裡面感覺都很現代化 對不對 可是在這裡 以前是很有故事的 這條長安東路 就是以前的四條通 那我剛剛有提到 四條通以前都是高官 名人居住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一棟呢 其實就是以前華南銀行 當然呢 這是以前是一個日式的 一個有花園的大建 的建築 那以前是華南銀行 董事長的官社 所以它是在四條通上面 而它的後面呢 三條通 這是華南銀行的 總經理的官社 然後在國民政府 來台灣的時候呢 這裡就成為了 蔣經國的官社了 所以廣經國大概是 從1950年代一直居住到 1969年左右 都是住在這裡 跟著它的夫人 還有它的小孩 那是到後來 因為這個長安東路要拓寬了 所以它後來 我們現在比較熟知的 它是住在七海御所 大直那邊有沒有 這就是在 還沒搬去大直之前 它就是住在這裡 那老師你說 這裡以前有一大片花園 對 就是傳統的 日式的那種 日式房子這樣子 非常大一片 然後現在都已經 整個砍掉重裂了 沒錯 就蓋三月大樓了這樣子 對 沒錯 那包含像對面也是啊 對面那邊呢 在1920年代呢 也是當時美國領事館的位置所在 那我們今天可能比較知道的是 在舊鄉北路上 有一間叫光點台北 對 那裡呢 是就是以前日本時代的 美國領事館 但是那就是在差不多1926年 美國領事館才遷到那邊去 在更早之前 其實美國領事館 是在這個位置 就在對面 大概那個範圍的位置 這樣子 那那個都是很大一片 不管是這個官社 或是領事館 都是很大一片的土地 這樣子的一個建築 對 那老師你不講 我們就這樣子路過 都不覺得這裡有什麼特別的 是啊 我以前其實也在這附近上班 也都不知道 是因為現在去讀了一些歷史文件 才發現 原來這邊是這麼有故事性的 對 真的 那其實就這樣 真的要老師你知道的人 然後跟我們講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這裡以前也是有一些歷史建築 是的 像現在這樣子商業大樓 真的是完全就是不留痕跡 都看不出來了 很可惜 對 是 好 謝謝老師 特地帶我來到這裡 我反而以為說 這裡到底有什麼特別的 原來是還有最後還有這樣子一段歷史 對 不過也很可惜就是我們現在 只能憑著自己去想像 那時候可能的樣貌 那只知道說 它原來的位置是在哪裡而已 可是完全看不到 原來的建築樣式 不過也正如老師你說的以前 這一代就是一些官商名流 就是重要人物住的地上 是的 沒錯 那現在 你現在這樣子的建築狀態 也只能從歷史的書籍上面 就差得到資料了 對 好 謝謝老師 不會不會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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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